你们最近有没有追? 恰似故人归这部剧啊 那今天就来做剧中寄云和最爱吃的桂花糕 准备120克粘米粉也就是大米粉 60克的糯米粉 它俩的比例是2比1 再放30克白砂糖 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 水的量控制在85到90克之间 水少了蒸出来会散 水多了蒸出来就会偏硬 所以水的量一定要控制好 然后再用两只手搓把大的疙瘩搓开 最后的状态是使劲一钻成团 轻轻一搓又成粉就可以了 为了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更细腻 我们来给它过一遍筛 整个过程没有太大的难度 就是过筛这一块会稍微麻烦一点 为了让它造型更好看 我用了家里的月饼模具 先用勺子挖两勺粉放进去 如果想放线的话就从中间掏一个小洞 放上豆沙馅或者是枣泥馅都可以 我这个是上次做枣泥酥盛的枣泥馅 这个馅料最好是搓小一点 大概五六克就行 太大的话后边一针容易裂开 最后再放一点粉 用勺子轻轻把边缘多余的粉刮掉 把它倒扣在手上 这一步很重要 一定不要太用力去压了 要不做出来的口感会偏硬 要稍微轻轻地往外推 那种感觉就像放在手里 稍微使劲它就会散掉 轻轻地放在蒸笼里 既然叫桂花糕 桂花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水开后上锅蒸30分钟就可以了 还没等出锅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它的香味 再次